好 花莲市公所在之前呢 举办了友善动物实践计划巡回讲座 邀请了花莲县动物权益促进会来到场 与里长还有里干士们分享游荡犬猫问题 那么市长魏佳燕跟县议员杨华美 也专程出席表达支持 喜欢透过讲座让面对社区基层 第一线的公职人员来了解相关议题 进而推广爱护动物 尊重生命也保护自己的理念 在社群媒体上时不时就能看见 有民众被游荡犬群追逐 导致受伤等事故案件 花莲市公所为了提升民众的动物保护理念 也强化市主责任 日前特别举办了友善动物实践计划巡回讲座 邀请花莲县动物权益促进会到场 与里长及里干士们分享游荡犬猫问题 而市长魏佳燕与县议员杨华美 也专程出席表达支持 前几年有一个案件 大概就是去年前年 有一个妇人她就是因为被流浪狗追逐 然后不幸就身亡了 那我们今年办了大概十五场 到社区宣导跟长辈宣导 就是说看到流浪狗 我们要怎么回应她跟她互动 了解她的一些特殊的习性 然后寄而保护自己 那这是很关键的 那所以也非常谢谢嘉燕市长 让我们有机会跟最靠近基层的公务人员 就是里干士 还有村里长 民选的里长 然后让他们更知道说 在社区里面面对到这些动物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来做 那今天请到了李敏税理事长 讲解一下 有关我们在地方上 比较多听闻的一些问题 包括毒杀 包括一些毒恶的部分 也希望大家对于流浪犬猫 都要有一定的重视 那今天透过这样的座谈 也希望让地方的第一线的里长 以及里干士能够了解 未来面临到有流浪犬之的问题 该怎么处理 那会中也一一的跟理事长可以来QA问答一下 那未来有得到好的解决方式 我们公所都会尽全力的来支持 花莲县动物犬益处进会秘书李明岁表示 动犬会曾在106年 针对里长进行访谈调查 发现约有三成的里长 对于动保概念了解模糊 而流浪犬猫造成较严重的社区问题 包含狗变 环境脏乱 追车追人 与犬之群扩大等状况 因此希望提升里长及里干士的相关智能 也借由地方的重视 敦促主管机关拟定具体作为 用协力取代对立 以减少类似案件发生 记者许立琴 华联士报导